今儿聊点心里话 海外华人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就是那个强大的祖国 前些日子美国在波士顿 抓了俩所谓的侨领 就是拿钱替共产党在美国办事的马仔 回中国是爱国华侨在这边 是帮着忽悠要钱不要命的同胞 为了挺共上街的召集人 蔡英文来了 他们反台独 习近平来了 他们言揭欢呼 赚这种捧臭脚的脏银子 华人这个群体里有很多人特别的鸡贼 好不容易各种方法润到西方了 知道政府讲法 嘿 他们他们开始耍流氓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大部分这种中国人还是欠共产党 在祖国的时候 村干部一瞪眼 跪得飞起比狗都乖 然后千辛万苦跑出来 利用西方政府骑马 还要点脸这么个情况 没完没了的碰瓷 心里也知道哪好哪不好 就是看在钱的份上 帮着共产党各种挖本地墙角 万一哪天这边也天翻地覆 凯儿康了 你们他妈就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 别说你们这种两面三刀 为钱卖命的二五仔 就连他们自己的潜伏特务 所谓地下党 都整得死去活来的 比如潘汉年 比如郭汝贵 但是啊 因为这帮身在曹营 心在汉的鼠辈 会让生活在当地的华人华侨 遭受到不可预料的灭顶之灾 我就举一个例子 印度尼西亚930事件 印尼这个国家1945年获得独立 当时的国父是苏加诺 老先生搞政党运动起家 后来赶上二战 神勇的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 横扫东南亚 雪莉英红真武士 惊开蓄日 铁蒙冲 打得当年印尼的荷兰殖民政府 晕头转向 老苏就跟日本人合作 之后小鬼子二战失败 但是苏加诺大事已成 领导着印尼独立 之后二十年的统治 他都是搞政治平衡 右边是印尼军方 左边是受中共遥控的印尼共产党 还他们别不承认 1956年毛泽东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 艾蒂的谈话纪要 在网上都能查得着 由于和中共的特殊关系 自然而然的华人就成为了印尼共产党的 基本盘之一 甚至开始组建所谓的共同武装 这印尼共产党一方面手里拿着大量的中共提供的经费 另一方面又摆出左派那一套假惺惺的所谓军贫富 等贵贱的嘴脸 肯定底层老百姓趋之若鹜 1960年代初的印尼共 是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也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共产党 他们其实本来依靠着议会斗争 能慢慢演化成一个类似英国工党 或者加拿大自由党这样的左翼政党 早早晚晚都有拿下印尼政权的希望 一切按部就班就能等着改朝换代的时候 嘿他这不巧了吗 不是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呀 毛泽东觉得这么下去还能是一个革命党吗 这不成一帮他们又请机会主义分子了吗 议会斗争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殆尽 必须得嗨起来 这样隐藏在苏加诺身边的共产党亲信无关 也是他的侍卫长 翁东忠孝 在1965年9月30号晚上 带兵骑袭了军队七个高级将领家 除了那么一个翻墙头跑了 剩下六个全被代表人民代表党 对他们执行了正义的审判和枪决 并且通电全国使盆子直接扣军方头上 说你们想争辩 我们是先发制人 可这时候 苏加诺和爱蒂俩人的态度就很暧昧 苏加诺觉得是 我要搞左右平衡 又不希望你一家独大 但是他确实没有军事实力 有点像后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 无论是波尔布特还是朗诺亲王 他都干不动 只能等着摘头子 而爱蒂呢 明显没有做好全面掀桌子的准备 一下就傻在那儿了 这跟他谋跌比可差太远了 这时候军方可没闲着 寿壮派武将苏哈托 引苏门达拉岛大军进京秦王 剧情马上就反转了 咱翁东忠孝 几个回合都没走下来 就被生擒活拿上了刑场 下面的故事毫无例外 清算共产党 这么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1965年到1966年的大屠杀 咱们现在回顾 当时都是针对华人 其实开始只是单纯的剿共 又因为印尼共是中共的儿子党 大量华人华侨周边就吃了瓜辣 宁可错杀三千 绝不放走一个 进行了动态清零一般的 对华人的无差别攻击 最后被杀的人 不同数据统计 从50万到200多万不等 接着 苏哈托在1967年 软禁了苏加诺 对华人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隔离 不允许有华文学校 不允许使用华人姓氏 不允许庆祝华人节日 禁止华人媒体 解散华人社团 用各种方式 切断了华人和母国的关系 现在咱们总结一下 我先说观点 苏哈托的大屠杀过于残暴 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底线 这个行为啊 必须得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啊 我得说但是了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看 这个行为 在那个赤祸横行的年代 保护了印度尼西亚 不被共产化 在这个逻辑上 说苏哈托拯救了印尼 也不为过 很多人说 这个事件背后 有美帝的阴谋 咱们就这么说吧 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 政府认个美国爹 比他们认个毛爹 不知道要强到哪里去了呀 否则你看个朝鲜 中国大陆 柬埔寨 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 那他们才叫 失机成山 血流成河呢 红色高棉下的柬埔寨 失去了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 跟他们比 苏哈托干的 用龟头里讲话 等于没杀人啊 就是那几乎没有什么血债的越南共产党 在攻占西贡以后 对华人华侨的掠夺 也远远超过苏哈托政权 越南的政策 除了上述印尼使用过的 还得再加上一条 没收华人财产 这段历史就是刘德华的电影 投奔怒海的故事背景 咱说句实话 如果先总统讲功 有苏哈托的一半勇气 中国何至于在1949年神州路臣 王天下 苏哈托种种针对华人的政策 换一个角度 也是保护当地华人 让他们免受母国的骚扰 彻底融入印度尼西亚社会 成为一个完完全全所在国的公民 而今天的国际大环境就是 中美冷战徐徐开幕 所有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又一次需要仔细考虑考虑前途和命运 再一次选边站队 是落地生根 还是当一个可耻的离岸爱国者 如果身在西方吃饭砸锅 我个人就真的拥护和支持 把这部分华人华侨做区别对待和管理 或者驱逐或者学习营 大家都诚实一点 你要热爱就他们回去热爱 别既要又要也要 如果让这批海外赤匪折腾到 那屠刀无差别的 砍到咱们华人头上的时候 才叫自作孽 不可活呢 行 今儿咱们就聊到这吧 希望喜欢的朋友点赞收藏 咱们争取经常聊天 谢谢大家